《樂天之命》 李居明 我是李居明 林基雲小姐 師傅 你好 你好 怎麼樣 基雲 連續幾課的臥命學 你有什麼心得 師傅 我很想請教你一件事 子女的問題自古自今 都是很頭痛的 特別去到現代社會 現在的父母更加多煩惱 就是由小朋友 怎麼選擇補習老師 他長大後怎麼選科 再遠至他去哪個地方留學 選擇什麼職業等等 其實透過臥命學 會不會有些玄機 可以讓我們參考到 絕對是參考得到 首先想想他睡在家的房間裡 你想想他本身臥木 你就用淺綠色的長子 如果餓火的 就用蝦肉色淺粉紅色的長子 如果餓水的話 你記住在電腦旁邊買一盆水 餓金的話 你給他牛奶吃 還有用多些白色東西 這個是顏色上的布局 是 好了 兒子一直大過的時間 他第一件事 一定就是找補習老師 是吧 找補習老師很重要 譬如他本身是餓木的 那你就找一個普集老師 他的八字裡面很多木的 即是說如果他本身 譬如說是秋天出生 寶寶是秋天出生 即是八月幾出生的 那他本身就有很多金 他不夠木了 好了 你找一個 是跟他剛剛差六個月的 也就是木很多的普集老師 是 那即是就產生了一個叫六月缺 六月缺我曾經說過的 就是說在西曆出生的日期裡面 你加六個月或者減六個月 那個人就是最利利的 那這個其實就是餓木的理論 即是說你本身是餓木的 你就找過餓金的 即是大家相對 是 那到慢慢長大了 好 就畢業了 畢業的時間 開始想讀大學了 沒錯 大學有兩種東西很糟糕 是 選科 到底你選哪一科 很疼痛 臨機 當你選科的時間 那到底怎樣分五行呢 那現在我們分析一下 好 譬如有一個餓木的 你想想他讀大學 應該讀些甚麼呢 讀文學 是的 原來文學就是熟木的 是 如果他餓火的說話 那他就適宜讀甚麼 讀火 電腦 電腦 電子 電器 電腦 那如果他本身餓金的說話 就不用理會了 金是一定金融的 所以就是讀這個business management 讀金融管理 或者讀會計 是 好了 如果餓水的說話 他就可能會另類一些 就是甚麼呢 物流 酒店 物流和酒店學是熟水的 是 保險業都是熟水的 那所以你讀大學的時候 讀哪一科呢 原來都是根據餓命學 是可以分 現在很清晰 很清晰 好了 那現在講到流學了 是的 流學就是 譬如以中國納極來講 那你去英國 就是俄金的人應該去的 為甚麼 即是西方的社會 那西是代表金的 是的 那除了英國之外 其實整個歐洲你都可以去 即德國呀 法國呀都可以 可以你去法國讀 一樣很特別的 跟金有關的學問 那那個金學問可能 剛才我們講的 是除了business management 是代表雙科之外 是 可能他是要玩一種 很金屬的樂器 那些就可能去歐洲了 好了 那如果他本身是要木的 俄木命的 通常在中國的東邊 通常是會去美國的LA 或者三文市那邊 那邊就是代表木的 那如果是要水的說話 加拿大原來是代表水的 那當然你不會去俄羅斯留學 但是原則上俄羅斯是中國北邊的 那些都是屬於很冷的地方 那所以去波士頓 在Washington旁邊 是有叫做波士頓 波士頓這個地方 整個城都是大學來的 那所以要水的人 是可以去這個地方 那要火的人 其實就在內地來講 可以來香港 如果香港人 其實就去新加坡 東南亞或者澳洲 這個就是代表 是俄火命的 就是南方的地方 是的 就應該在那個位置讀書 那去澳洲讀電腦 或者電子電器 那這個就是火 那所以你有了這個五行官之後 你就可以馬上為你的子女 去抉擇了很多很難題 好 下一個難題 你那個男生 你那個兒子 是 拍拖了 那林妻 指點他要選一個什麼類型的女朋友呢 如果照剛才師傅那套的餓命學 或者六月訣 是不是都是把小朋友 或者他長大了之後 他出生的月份 加六個月或者減六個月 這個應該是最配合到他的五行的了 原因是因為他沒有那樣東西 譬如在影藝界一個很有名的 也就是大家 港為人知的一類的夥伴 就是梁朝偉和劉嘉玲 梁朝偉和劉嘉玲 就是剛剛六月訣的 一個就是水多 一個就是火多 所以它两个就一走完的时间 就是互保不足了 那这个都是其中一个例证 其实在娱乐圈或者在历史上 很多人的例证 都是代表互保大家的五行 是能够大家相处得愉快的 但是也有一些 就是大家都是同样 都是那种类型的 同种类型的意思 就是说大家出生的月份很近的 那些叫只可以同病相连 但是不能互保不足 就是大家可以生啊 可以大家知道大家的苦放 可以做自己 但是当他需要一样东西的时候 对方给不到他 于是他就会找第三者 如果他们是夫妻就很糟了 那他们可能会有分辨 所以如果对夫妻最好 其实就是互相相差六个月 也就是说我饿木你很多木 我饿金你很多金 那这种这样的运用 就能够使得我们的生活 是能够得到五行的平衡 那其实如果师傅你这么说 这个六月缺都可以 应用在不同的地方 除了找补习老师 或者你说将来找你的另一半 那甚至其实如果我们是需要 去合作我们的生意的时候 找个生意伙伴 或者是我们家要请一个外融的时候 是不是都可以用这个方法呢 曾经有一个例子 很有趣的就是有一位人士 他换了二十几个费用在半年里面 真的吗 那其实最后解决了一个问题 他就是饿命学了 他就是说跟那个代理说 就是我要这个月份的外融 于是就是找回这个月份的外融 一结即合就立即搞定 甚至是有婚姻介绍所 已经是用饿命学来匹配了 这么聪明 是啊 那直成是介绍对象给他 直成是永远就是六个月的 这些是容易搞一点的 是 就是通常都会成功率是大很多的 是是 那这个已经是应用到外融学了 嗯 那么在外融学里面当然还有一些呢 是我们这几集是没讲的 譬如说现在流行中有两个东西 嗯 第一样东西就是整容 是 整容呢原来就是这样的 如果原来你是生于在一个冬天 也就是水很多的呢 你就会有两样东西的 就是你整容很容易出事的 夏天出生的人呢整容是不会出事的 为什么这么不公平呢 我就知道林记理都是属于冬天 是啊 如果你去整容呢 因为你的八字水多呢 是 很容易整完之后呢 是不会凝结的 因为很不稳定 不很不稳定 是不是很浮动 是 所以影响到你呢 都会很容易 如果一整容的时间呢 是可能会整弱了 就是高危一点了 会差一点的 嗯 高危一点的 嗯 而生于冬天的人 也就是所谓叫恶火命的人呢 嗯 是有几个特征都很有趣的哦 就是他的厕所永远都流水的 是 去到哪里都流水的 真的 我搬到去哪间屋呢 都是流水的 明明搬进去的时候没有的哦 我住住下就流的了 那所以我们可以说说 也是一个很有趣的科学呢 是 逢亲11月8号到2月4号 也就是所谓叫做恶火命的人呢 他们是因为多水呢 嗯 所以他们呢 很容易他们家里的洗手间呢 是经常流水了 是 不记得山水喉啦 是 或者他的座翅呢 是经常要修理的 哦 譬如好像林记那样 你水多的人呢 嗯 那你就记水的 嗯 那你常常记水 但是因为你水多 嗯 你是熟惯了水 是 所以天分呢 是容易游水一点的 就是比普通人呢 是比较容易游 是 但是游得来 你是不会好 那个运不会好 哦 那所以分别就是这里了 那这个就是第一样 第二样呢 就是说到纹身 嗯 和穿矣 嗯 那穿矣呢 就是现在有个城市习惯啦 是啊 就算男生都会穿矣 是啊 是啊 穿矣呢 原来耳朵是属水的 哦 所以一穿矣呢 嗯 是代表那个人 是饿水命的人呢 他就会傾向于 喜欢蕊耳的 嗯 是因为他不够水 嗯 不够水的人的第一个动作 嗯 就会喝多些水之外 是会在他身上呢 就会蕊耳的 嗯 因为蕊耳呢 他就会够水的 那么有趣的 嗯 所以这个呢 就是解决了就是 为什么有些人要蕊耳 嗯 或者带个耳環 嗯 包括男生都是 嗯 有些人是不蕊耳呢 蕊耳的人 是属于那些饿水命的专利 嗯 就是说他不够水的人 他就可以去 去蕊耳了 去蕊耳了 那蕊耳和纹身 也是同一个文化来的 纹身呢 就是八字里面呢 只要有两个金 哦 就是有身身的文化 是 他就很自然会纹身的 哦 是啊 是 那就是代表着 他本身呢 其实是蕊耳命的人的专利来的 哦 那所以在 蕊木蕊金蕊木等等 我们讲的蕊命学里面呢 嗯 其实如果我们多些研究呢 我们发现到 原来我们日常的生活呢 嗯 全部都是跟这个蕊命学 是息息相关 嗯 所以作为一个研究 中国的命运学 或者研究这个的 宇宙的密码呢 是 这个的蕊命学 是很值得我们研究的 我又很想问一下师傅了 刚才你有讲过了 在不同的蕊命学那个季节 那小朋友就可以送去不同的国家读书 那有没有一些的小朋友 其实他是不需要去外国读书的 他最好留在父母身边的呢 留在父母身边有六字缺了 如果你的子女是跟你六字缺了 就是譬如你是蕊木 他有很多木的说话呢 那就应该放在身边哦 如果你给了其他地方 你就没有木了 是啊 那有些人问了 那这个蕊命学可不可以 运用到号码的身上呢 那今天我又在这里 就是为大家揭衷了 原来一二就是代表AB那两个字 一二也是代表甲木月木 所以蕊木的人呢 原来是要多些用一字和二字的哦 那所以一二呢 原来就是蕊木命的这个幸运号码 记住 包括了住的楼层 都是一楼二楼 或者1112的哦 好了 那也就是说 你用这个number呢 就是你的手机号码 最后四个字呢 最好111122 这个就是蕊木命了 是 蕊火命呢 就要用多些三四 嗯 那蕊金命呢 就多些用这个七八 那而九零呢 就是饿水命的人要用的 那所以如果 好像你这样要蕊火呢 其实临记你是要多些三号四号 你要住三楼四楼 或者十三十四 而你的手机呢 那个最后的四个号码呢 是可以333 或者4444 这些都会旺你的号码来的